今天各地的水汽有比昨天略微减少一些 降雨的区域主要是在东半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 还是有一些举步短暂降雨 不过在宜兰地区降雨是一整天比较明显的 至于明天的天气 在整个高压系统冬移出去之后 台湾附近的东北季风减落 水汽在礼拜六是减少一些 不过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甚至中南部的山区都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情形 其他地区为多云稻晴的天气 到了礼拜天后天之后水汽更少 各地都为多云稻晴的天气 只有在宜花东地区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天气情形 温度的部分 周末早晚各地都是还是比较偏凉的 预估的温度大约18到20度 白天的高温部分 中部以北到宜花东地区大约24到26度感觉上是比较舒适的 而南部地区的高温有机会到达29 30 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周休假期礼拜天的入夜之后 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又会开始影响到我们 所以提醒大家可以利用这种 这个周末假期出外走走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因为你与我说真的要开灯 你说不知啊 你们能处理一下 我们不知了 我们不知市区